Hi this is Chris 比如说这是12号位置 对不对 这里有个轮盘机 然后这里有12个位置 我们安装了一个报警器 然后在这边 这个是主机 主机呢 如果是12的版的话 那么它这里必须显示12 如果说你有13个位置的话 那么你就在那个 还没有 13号 14号 你如果有12个人的话 你就按照12个就ok 然后呢 这里会一条是1号 2号 然后这里是3号 一直到那边 然后呢 你看没有 这是10号 11号 12号 当这里显示1到12号的时候 这个机器就正常工作了 它正常工作的状态就是这种 然后就是说 如果说有人想要偷分的话 到时候 它一个偷分干扰器 比如说 当它在1号位置偷分项目 那个电流很强的时候 到时候 它这里就会报警 对了 那个 你还在上面吗 我看一下 你帮我把银子拿回来 我给这里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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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打火的那个 我又没打 你不一直滴多滴多用吗 我看一下 对 对 对 然后 就差不多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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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比如说 我们想 它那个 想偷分 它 电干扰的话 你看 它就会 它就会 对不 它就会报警的那种 然后 显示的是 连续的那种 当它 报警起养声之后 它就会自动停下来 对吧 它又正常 恢复正常了 也就是说 当你摆在游戏器的时候 有人偷分的时候 到时候 它就会想起来 想起来之后 那边会显示 几号位偷分 然后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我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